你朋友说他学会了穿剧的瑰宝变脸 迫不及待地要展示给我看 你是不是逗我玩呢 把扇子给我我也可以变呢 姑娘要是变脸这么容易 还会被称为瑰宝吗 我变脸压根就不需要借助什么道具 也不需要什么准备工作 说来就来 走一看 大哥 你这样子都能把小孩吓哭了 形象掌握在自己手里 儿子大半夜的非要理发 自己拿着垫推子在头上一顿推 现在把自己给丑哭了 孩子 我还有一个挽救的办法 就是把你头发全部剃光 你做出选择吧 在孩子做完选择之前 我都是让他戴着帽子出门的 毕竟头上缺一块实在是影响美观 爷爷 这是帽子吗 这明明是家里的凳子 再说 你为啥不给我打伞呢 有一把好伞在雨中行走都能自信一些 还有没有人要蹭伞的 没有的话我们兄弟二人就先行一步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出行还走路 我虽然买不起平衡车 但我自己改装了一辆 没错 就是用到家里农用拖拉机 还在试验阶段 但应该快成功了 朋友 请问以后的农活 是你代替拖拉机来干吗 我对车子的要求很高 所以在汽车修理厂老板的劝说下 我加装了这个螺旋桨 听说就算在水里都能放心前行 大哥 不怕车子进水 就怕你脑子进水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抬头看看天空 看着一望无际的天空时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格外好 可是今天天空中居然飘着一股咸鱼味 谁家的咸鱼风筝刮树上了 麻烦你们把它带回家好吗 还我一片清爽的空气 在我想喝咖啡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的农式咖啡居然喝出了蜘蛛的味道 请问我会变成蜘蛛侠吗 现在的老板真大方 喝咖啡还送婚菜 人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我们也要笑着去面对 主人 高岭我都懂 但是你笑你的 让我强颜欢笑干什么 王财 看到你的笑容 我心情愉悦多了